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近日,网上莫名其妙出现了一个关于肖战和霍建华混合体的热搜话题 打开一看是一位网剧男主爆料撞脸肖战和霍建华 这也让这位网剧男主一炮走红 只是这种方式走红,能红多长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不愧是红利 很多人都想吃 还记得娱乐圈里出现了很多所谓的下一个肖战的话题 甚至肖战被拿来和非常多艺人比较对比 没有异弹横祸 据悉,肖战和霍建华混合体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榜 是一位主演网剧的男主爆料和肖战 霍建华两位艺人长得很像 让这位网剧男主一炮走红 成为了媒体和网友热议的话题 然而仅仅是蹭热度还好说 毕竟确实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可是在这位网剧男主的评论区里 不少网友揭露真面目 大致意思是说人品有问题 涉及到偷拍什么的 是真是假目前并不清楚 但是舆论走向并不好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专注自家 暴走肖战不屑 一直以来见惯了所谓的下一个肖战 也看到很多人自诩撞脸肖战 没有办法 肖战就是红利 很多人都想吃来让自己活一把 可是这种方式能活多长时间呢 关键还是靠作品和角色出圈 总之祝福肖战 希望肖战顺顺利利 越来越好 其他的不关注 肖战目前在拍戏 主演的新剧藏海船 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期待肖战的作品和角色 不见不散 肖战顺顺利利 越来越好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